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好师 欢迎继续收看神话危机4 咱们继续往下面进行 看一下 走吧 外面这趟列车 我在上一个场景 我估计是少去了一些地方 要不然的话 不至于有一个门是打不开的呀 反正咱们现在已经离开了 反正那个场景也没多重要 顶多会有一个黄草吧 可能会哈 这有个画好像也是可以松动的吧 果然是哈 我们来到了 噢 这个地方 等一会儿 这个地方就可以让 Ashley 一直在这儿等着 咱们 嗯 嗯 你先进行一些挑战吧 应该是 我说啥 谢谢 来 赶快 你赶快 这是什么 哈哈 如果 这也不是什么 因为 要是什么 你赶快 不 让我来 嗯 我記得好像 有一個東西可以合成了吧 有一個這 啊這個 可以合一下 不可以合啊 然後 呃 我記得好像 有一個東西可以合成了吧 好 好 好 和QTE 还是李昂身手比较灵敏 接下来的场景 先把这把枪给 给上一下子弹 接下来 我们用 用麦琳枪吧 我去好浪费啊 我都觉得 要不然用喷子其实也行 哎呀我真是 这个场景是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个场景 先去拿那个喷子的弹药 每次都会刷新三只 呃那个就是 就这种盔甲兵哈 真的很 很不好打 先先用一个 先用这把这个武器 哎呦 哎呦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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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小票过来 咱们要先把这个 呜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好 换闪光弹 一下子解决 OK 这时候再拿 再拿这把枪出来 还会再刷一个 还会再刷三个 走走走走 拿不下了 喝一下 我去 来 走走走走 没有爆啊 没有爆掉 必须打头才管用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他这个虫子是过来是能对咱们进行秒杀的 是能秒杀咱们的 快走快走快走好漂亮 一个闪光弹解决 拜拜 啊很紧张打起来很紧张 稍有不适就死了 新场景的下马威啊 喷子出去 等会儿一个收集品拿着 然后再进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就相对简单很多 等会儿站在这就行了 我们推完这四个机关 完了之后呢 要进到下一个机关房 要打天上天花板上的那个东西 又碰到小矮子了 让我们看看你能够活着这一段时间 小矮子 你说你机关房 你把这个破解机关的设置在这个房间里头 多那个什么呀 多蠢呀 真是愚蠢 这会有一个开车的环节啊 咱们把狙击枪拿出来 我们要把这两个人给打死 OK了就这么简单 哎呀 太好了 嗯 哦 哎呀 嗯 谢谢 哎呀 等下 我們在這兒可以先對敵人進行一些狙擊 全部搞定 狙擊槍還是挺管用的吧 跟著我 在這兒好像會第二次離開我們 就這麼快 在這兒是放國王的杯子好像是 然後放往後的杯子 震動的很厲害 等下 跟著我 那應該就是這個場景差不多 Ashley又該被綁走了很快 這才把他救出來有多久啊 我去 有條蛇 直接使用了吧 我們不需要 還有 這 是 有 以前 有 然后它会爆到满地都是宝石 但是会损失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弹药 所以我建议干脆还是不要打 你用个火箭炮打 但是你赚的那个宝石好像也赚不够三万 你跟着我 这是多牛逼的技术啊 连虫子都能操作 我们要用喷子打 先走 咦 赶紧补血赶紧补血 啊走错路了 这就是那种以前的隐形怪哈 这就是还要打 我马上放了 不是的 但是还要是还没了 我马上放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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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又到了这个环节啊 就用喷子吧 就是跟小矮子对话 Ashley被绑到远处 我们前后都会出现敌人 哦 这点还没到啊 哦 这点还没到 还不是那个地方 记错 哎呦 走进门就行了 然后有三个木条 好像需要咱们把它给打断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我们可以先下去收集一下东西 再上去也行 算了直接走吧 也没啥可收集的 一盒子弹 那火箭筒一直拿到现在 其实一直没啥用 不过待会就要有用了 如果你嫌他碍事的话 其实可以早早地把它给卖掉 然后回头再买 咱们在下去的时候就会出现敌人了 别用喷子 哎呦 死你 嗯 嗯 你大爷的 走啊 別碰 走走走走不搭理他们了 走走走直接出去 好这个地方小心咱们打完他们后续后面还会出现士兵 往前走他们后面也会出现兵 又来了一堆 看到了吧 火箭炮兵一定要小心 直接一个手雷扔过去 我去这怎么办 先先用一个这个 先闪瞎打他们然后再 哎呀进门进门吧先 新门是俩瞎子然后咱们再出去得了 他这个火箭炮兵会帮咱们把这几个家伙给封了 我只是想把这货给弄死了 自然恩怨 他超级耐打 好 你 我 好 装备上火箭炮 这个时候知道干嘛吗 进门之后先弄死一个瞎子 然后赶紧换 好 赶紧换那个 只要换着咱们换着这个狙击枪 狙他后背那个虫子一下 让这俩瞎子先死掉就行了 这场景就变得极其简单 要不然他俩瞎子会弄死你的 真的会让你很恶心很恶心 这是这个火箭炮的 呦又来了 全都倒地 来来来 就是这么的easy 这场景还有一颗燃烧弹 我想着不会给这么少东西吧 给一个娃哈哈 这么难打的一个场景 按照道理来讲是很难打的 你要是打到这没有准备这个火箭炮的话 那你就那你就笑吧 没有东西啊 没东西哈 确定没有东西 走人 哇哦 这个环节 莫塑狗 都没有东西 坐着 你怎么知道 explan给他的手放在这里 忍不住 需要用手可敏 留书 紫尼蒜 黄金尼蒜 ヤ伪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该是有些喜爱的 但他们就没有了 紫尼蒜 轟 这些喜爱的声音 不准备到这一件事 你怎么敢动啊 没有玩具 杀他 好大的胆子啊 杀他 派出了他的左右手的其中一个 要来杀李昂 这个家伙 打起来也是有一定的难度 咱们 你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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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枪 站的位置又小 还特别的好用 火箭炮也得买 先别买 咱们先 你活着 你怎么把枪 你买什么 你购买什么 嗯 这么多狙击强弹药 火箭炮 要占多大的位置啊 嗯 好了 把火箭放 你购买什么 奇怪 你购买什么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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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没关系 好吧 没关系 我基金 就来了 走 我来 这个王冠上面应该是也是香宝石吧 我记得 算了算了不能喝就算了 走吧 我看了一下时间啊 算了吧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先打到这吧 好吧 咱们下一期节目再去打这个boss吧 这个boss 说难吧也不难 你只要掌握好有火箭炮的话 掌握好时机打他就行了 OK那今天就先这样了 感谢诸位同学的收看 我是好诗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